现在就有美国的官员在8号透露 美国曾经警告伊朗 如果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话 那么新当选的政府以及国家经济 可能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华尔街之报8号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 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告知伊朗 同时也通过中间人传递警告称 一旦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袭击 就可能会对伊朗新任政府和国家经济 造成毁灭性打击 过去一周 拜登政府一直在展开密集外交 希望阻止伊朗及其代理人 对以色列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 并挽救加沙停火协议 另外对于挪威等国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与之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 以色列宣布取消挪威驻巴勒斯坦特使的外交地位 美国政府8号称在挪威长期以来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接触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以色列阻止挪威的举措没有益处 美国也将继续与以色列和挪威接触 凤凤华卫视 王冰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